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出门在外 现在真的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除了要谨慎留意路面的情况 也要当心会天降狠祸 相信大家刚刚也有看到 《中国报》今天的头条 报道了一起很罕见的夺名意外 有一名年纪只有6岁的华裔男童 跟5岁的弟弟 开心地跟着爸爸到披萨店准备买宵夜 没有想到当时这家披萨店 三楼的建筑物上方突然有一个建筑碎块掉下来了 而6岁的哥哥就不幸的被碎石块给砸死 那事发地点是在马六甲的五级巴鲁 那这起意外发生在昨晚大约10点 小死者的唐姐在接受《中国报》访问时就提到 根据小死者爸爸的描述 事发当时小死者先下了摩托 走到披萨店的前面的走廊 然而当爸爸准备将弟弟从摩托抱下来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空中传来有东西掉落的声音 那心感不妙的爸爸马上就拉着弟弟闪避 却没有留意到6岁的哥哥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了摩托旁 不幸被空中掉下的石块砸中 当场步行人士 那遗憾的是呢 小死者因为头部受到重创 四肢多处骨折 送到医院抢救大于两个小时后 还是重伤不治 那至于小死者的弟弟只是额头擦伤流血 信心是没有大碍 而小死者的爸爸也提到 意外发生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人都上前围观 但是让人感到相当生气 甚至遗憾的是 当时这批人只是在围观 却没有向他们一家伸出援手 直到他大喊救命之后 才终于有人开车 把他们一家送到医院去 那小死者的堂姐还说 因为小死者生前爱吃披萨 爸爸每个星期中 有三到四天都会在下班之后 载他到这次发生意外的 披萨店去光顾 只是没有想到 这次他再也没有办法 吃到自己爱吃的披萨了 那至于小死者的遗体 在今天已经火化了 而有关的披萨店 也正在安排和家属洽谈 有关赔偿的事宜 感谢观看